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两人开创了俄罗斯政坛奇特的二人转现象 2013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 2018年又卷入叙利亚危机 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紧张 目前俄罗斯经济增长法力可谓内忧外患 如何解读俄罗斯宪政与普梅二人转现象 俄罗斯这个曾经巨大的北极熊已经风光不在了吗 就这个话题 我们连线专访著名政治哲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克署教授张伯树先生 下面有请张教授 张教授您如何评价俄罗斯宪政 因为他已经是个宪政国家了 您又如何看待普京在此当选俄罗斯总统 说俄罗斯现在是个宪政国家 这个要打个引号了 本来呢上个世纪90年代 这个俄罗斯的宪政转型曾经取得过长足的进步 这个但是呢 自从2000年普京上台以后 这个情况慢慢的发生了变化 到今天呢 这个俄罗斯的宪政可以说已经名存失望 所以才会有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普京现在是第四次连任总统 当然中间有唯一二人转的现象 那就是他的这个麦德维杰夫 我们如果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历史的话 普京是在2000年当时被叶利钦 这个俄罗斯的前总统选住 这个继承大位 从2000年到2008年 8年的时间 这个普京的话呢 连续做了两任总统 当时嘛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的规定 每任总统的任期是4点 那么2008年以后的话呢 他不能再连任 因为宪法也规定了总统最多只能干得起 所以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呢 那么就由麦德维杰夫 就出来当总统 而普京呢 转为总统 但是有些人是的话呢 麦德维杰夫干了四年 本来当时这个俄罗斯境内的很多知识分子 很多这个主张进一步推动 俄罗斯民主转型的人士 都希望这个麦德维杰夫能够继续干下去 但是麦德维杰夫本人的话呢 他却出了意料的宣布 说我下一届我不干了 那个意思的话呢 还是由普京接着看 甚至是在麦德维杰夫那个任上呢 这个俄罗斯宪法进行的修改 把俄罗斯联邦这个总统的任期 从四年延长到了六年 这就使得呢 2012年重新接任了这个俄罗斯总统大位的普京 他有了六年的任期 2012年一直干到了2018年 就是干到现在 这是普京总统的第三个任期 那最近的话呢 刚刚是这个他又竞选连任 所谓竞选 他现在要当第四人组统 而且又是一干六年 就是从2018年要干到2024年 他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在一个正常的宪政国家里边 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 也就是说呢 今天的普京 实际上已经绑架了俄罗斯宪法制度 已经使这个制度的话呢 面目全非 已经消掉了俄罗斯联邦宪法 原来所拥有的民主的内容 对权力制衡的内容 现在已经都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是普京式的个人极权 普京式的个人专制 是以人治国 是一种新的独裁者现象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他可以说是对90年代 当年的俄罗斯民主转型 本来已经获得了成就的 一个巨大的倒退 这当然非常令人遗憾 这样的确是个事实 张教授 您刚才谈到了啊 这是目前应该说是普京式的独裁 所以他的宪政我们是应该打引号的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关注到一个现象 也就是普京在俄罗斯啊 他实际上他的能力还是很高的 支持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您如何看待普京只是当学 又如何看待他们目前通过这么一种 宪法上的或者叫漏洞 或者是宪法上的空间 他进行了二轮砖 刚才提到说他似乎普京今天的人气还挺高 其实对这种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也得打个问号 到底他实际的支持率有多少 因为就这次具体的这次俄罗斯总统大选而言呢 这个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真正的反对派 有一个年轻人 名字我现在一直说不上来了 大概40岁左右 这个本来是希望能够竞选这个总统队 结果的话呢 被俄联邦的选举机构宣布 说你不符合这个选举资格 就把他弄下去了 那么能够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的 都是一些个肯定竞争不过这个普京的人 或者某种意义上的话 他们都是花钱 他们是赔陈 也就是制造了一个这个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 一个所谓民主选举的外观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 在俄罗斯是提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这个情况大家都清楚 假如说说在这个普京 他担任总统的前两届前两任 那个时候也就是本世纪头十年 普京确实曾经获得过提高的俄罗斯民意的支持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 因为当时呢 这个俄罗斯的经济确实也恢复的不错 那段时间的话呢 俄罗斯的经济基本是以每年8%左右的这种增长率在增长 这个石油价格的话呢 也说也很高 俄罗斯的外贸也不错 另外普京本人呢 当时是强调俄罗斯要重新复兴 要重新这个强大起来 扭转90年代的那种下退的退坑的趋势 这些东西在本世纪头十年确实曾经获得很多俄罗斯人的好感 这个是不假的 但是自从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二轮转 2008年到2012年那件事情发生以后 那不少俄罗斯知识分子 还有俄罗斯一些有觉悟的公民 就都感觉到这么做的那套 这是要重回俄罗斯传统专制的独裁的满围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 普京的支持力已经就在下降 这个方面是有这个专门的一些个数字能够能够证明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叫做雷万达 就是俄罗斯本来这个独立的民间调查中心 他在这个就是二轮转这个现状发生以后 曾经做过独立的民意调查 这个调查的结果证明呢 当时有许多的人是反对普京的这种做法 他的支持率也迅速的由原来的70%以上 下降到30%甚至更低 就从这个方面就能够看得出来 说这种倒行逆施 在俄国曾经提起了很大的反对 那当然的话呢 现在他等于是第三任总统干完了 他又接着要干第四任 而且在选举过程当中 他做了很多手奖 除了我刚才说过的 说他把这个真正的反对派 有可能跟他竞争总统之位的人 把他这个软禁起来 打入冷宫 不允许人家参加竞选 这个另外的话呢 也不排除他可能制造一些假的敌 那么现在的结果的话就是说 他是毫无悬念的 这样这个成为这个新的一任的 俄罗斯联邦总统 但是这个确实不说明说 他真的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的支持 最近几天其实刚发生一个事 就是俄罗斯大概要上百个城市 这个公民上街来抗议 抗议这个普京现在的这些做法 但是的话呢 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镇压 警察拿着大棒子上去的话呢 用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来对待实力 这两天的话呢 这方面的新闻 当然在这个西方的媒体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党国媒体 当然从来不过这些事情 所以你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 你说今天的俄罗斯 今天的普京 仍然享有很高的民意支持 这点我是不怀疑的 前不久我去我家里来一个来一个客人 这个这个就是个俄罗斯 我那个也是一个朋友 他跟我介绍了很多 现在的这个俄罗斯民间的情况 由于这些年的话呢 特别是2014年 这个由于这个俄罗斯强占克里米亚 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最近几年的话呢 俄罗斯的经济 一直是一种绝不正的状态 这个国内老百姓是很难过 另外俄罗斯的腐败问题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甚至是根据国际上的一些的 权威的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 俄罗斯现在的腐败 比中国的腐败还要严重 我那天来那个客人的话 也跟我介绍了一些很具体的情况 今天的俄罗斯的那些个权贵资本 他们所拥有的财富 那真的是天文熟悉 很多灰色收入 那是老百姓难以想象的 甚至在俄罗斯有个说法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靠工资来过活的话 那就属于没有出息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情况当然很可以和我们中国的 现在这个红色权贵资本的情况 做一个比较 甚至在某些地方 他们真的做得这么厉害 这就是普京这些年 很风光的那么早 俄罗斯现在实际上是充满了违京的状态 一种过去失去的荣誉感 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似乎需要一个强能来统治他 而您所描述的情况 也就是说俄罗斯其实大多数人 是反对这么普京这一种独裁专制 那么您看目前 我们说二人状这个现象不好 毕竟他已经做成了 那么是否也有他深层次的文化和政治背景 是的 我同意您刚才的判断 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 在观察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的时候 那么他表面上所传达出来的那些信息 背后其实有着很复杂的内容 是需要我们去分析的 比方说您刚才谈到说 这个有些个文章 觉得好像这个 俄罗斯现在有不少民族还是支持 特别是他的那种 这个国家主义的 大国情怀的 要恢复俄罗斯传统帝国的地位的 这些东西 他迎合了很多俄罗斯人的那种内心的情感 这个我都算成了 的确这是我们在分析 当今俄罗斯的民众 他的心理状态 他对普京的那种 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充满矛盾的态度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可能的因素 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的话呢 我们其实做中美俄三国演绎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分析过俄罗斯这个民族 他的一些特征 他确实他自民不凡 他认为他自己在世界上了不得 他认为的话呢 他要承担世界第三罗马 他也曾经成为共产革命的中心 那现在的话呢 普京要恢复俄罗斯传统上的大国地位 这些东西的话呢 迎合了不少俄罗斯人的内心里边的那种 那种大国渴望 那种大国梦 他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 普京曾经获得过许多俄罗斯人的支持 我觉得这就是不假的 从这个角度确实可以获得很多解释 但是呢 另外一个方面 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 原来我们的节目也谈过 其实俄罗斯的现代化的过程 从17世纪开始 已经好几百年的时间了 虽然中间经过这个列宁十月革命 共产革命的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扭曲 一个断裂 但是毕竟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当时的俄罗斯 曾经在戈尔巴乔夫所开创的 民主转型的路上往前走得很远 叶利钦的十年改革也还是蛮有成就的 那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这个方面 它也有巨大的知识基础和这个民主基础 所以这是一个看起来的话呢 很复杂的 也充满了矛盾的现象 如果就普通的俄国老百姓来讲的话呢 他们一方面当然 那种这个传统的俄罗斯的那种那种古老的大国梦 在一般的俄罗斯的这个老百姓的心目当中 我大概也是有的 就是如同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 我们的国人说中国今天崛起了 中国今天强大了 他也觉得好像很高兴 尽管他自己的小日子可能过得并不怎么样 但是他也觉得我这个我作为中国人 我还是脸上有光的 我们大概现在其实不少的国人呢 那我可能有这种亲密 俄罗斯人也一样 他会觉得的话呢 哦你看普京强人 对吧 在世界上非常强硬 跟美国也敢叫板 跟欧洲也敢叫板 对不对 这个到处在彰显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那在这个意义上拉下去了 这普京可能干得不错 但是这日子可是实在在的 这个这个俄罗斯老百姓现在的 这个这个他们的普通生活 现在实际上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你可以想象 俄罗斯这些年 刚才我说了他的经济增长 是在本世纪头十年 他曾经有一个比较快的上升 但是进入最近这个十年以来 他就不想下降了 一个是油价下跌 对他非常不利 他主要靠资源出口 还有一个就是他强占克里米亚 遭到西方的制裁 制裁以后的话 他的许多买卖没法做 这也导致他最近几年 他的GDP 他是一个负增长的状态 他不是这么增长 他是负增长 一年比一年少许 他是这么个状态 而河洲斯的话呢 普京为了要强调跟美国抗衡 他现在拿出很多的钱 拿出大量的国家的实力 来发展充实他的武库 特别是他要改装他的核武库 让他更新状态 另外他要搞他的第五代战斗机 比方说什么这个苏武器 他也要发展他的新型的这个海军 那这些都需要具合投入 他的那种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萨尔玛特导弹 也是花费的具体 他去研制 你想他本来就没多少钱 他又要把这么多的钱 又与经费竞赛 那当然得改变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就会就会捉真见证 老百姓的日子就会很久 我问我那个俄罗斯的朋友 他前不久刚刚去了莫斯科 他就想说是莫斯科的话呢 相当于北京三番以内的这个部分 那确实非常繁衡 那是这个权贵资本聚集的地方 你到那一看的话 绝对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大都市的景象 但是三番以外 哇那就截然不同了 就是说你要看的话 他这个像俄罗斯啊 这个莫斯科啊 这些城市 还有他公共的二线城市 那和中国的相同的 相类似的城市相比的话 那就差了太远 我是没去过莫斯科 我是听这个朋友讲 但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俄罗斯人嘛 他讲的应该 应该这个这些 作为一个现实来讲 应该是确实的 所以现在普通老百姓的话呢 俄罗斯的老百姓 他的生活实际上 会处在一种比较艰难的地方 他们的工资很低 其他的灰色收入也很不容易 整个俄罗斯的贫富 差距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 当然他也会有不满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如果从俄罗斯民众的 心理状态来讲 他们的实际的生存状态来看 他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就可以想象 所以这个这个 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 外表似乎很强悍 实际上内部的话呢 又是这个不满的各种危机 或者潜在危机的这么一个国家 专家说我们一直在做中美俄三个大国的演绎 实际上呢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俄罗斯的 因为这个北极熊他不仅有贪婪的这个本性 同时在世界舞台上啊 他一直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那么通过刚才您的分析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今天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风光不在了 他在大国关系中 他可能起不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恐怕也不能这么讲 这个如果他真的已经风光不在 他已经不能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大国来发挥作用 那我们这个中美俄三国演绎 大概也就没到他意思了 这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判断今天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 什么意义上他还是个大国 什么意义上他已经不是个大国 这个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比如说如果只从这个GDP 只从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体量 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的规模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今天的俄罗斯真的已经不能算是世界一流 我来举两个数字 2017年 现在根据这个 我们能够看到官方统计的结果 叫美国的GDP 去年年底 他的这个GDP是达到了19万亿美元 19万亿美元多一点点 那中国呢 中国公布的数字是 这个12万亿多 12万亿多美元 就是80万亿人民币 虽然这个统计数字可能有数字 但是他的体量总体来讲应该差不多 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和美国相比 大概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二左右的这么个状态 按照美元来计算 就12万亿 然后多一些 这个小说点咱们就不说了 而俄罗斯呢 俄罗斯今天的这个国民生产总体GDP 他只相当于中国的那个名头还不到 只是一万多亿美元 那你就能想象了 他从经济规模上的话 他比前面这个这两个超级大多 那真的是差 所以在经济上 他真的是很难说 他已经是一个 他还能是说是一个世界一流吧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又得承认 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现在取平轻松 因为什么呢 在军事上 俄罗斯拥有和美国旗鼓相当的核装备 这个到今天仍然是实实 全球的核武器 这个美苏两家 就是美俄两家站了绝大多 现在如果给出一个大概数字的话呢 应该是各额有大概7000枚左右的战略核导弹 中国也不过就几百枚 再往下英法那就更少 就一二百枚 就是这么个状态 所以说 说具有相互摧毁能力的 现在在世界上 只有美俄两大战党 中国嘛这个几百枚核导弹 有二次反击的能力 但是能不能说摧毁美国 做不了 俄国是有这个能力的 俄国现在的常规军备上比美国现在是差的很多 这个他们自己也承认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极力发展他的核武器 让他的核武器更新转弹 这就是今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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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现代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这个 这个驱逐军中的大国 更何况呢 如果从地缘战略的意义上来讲 俄国现在的确也是 既和美国在抗核 又和欧洲在抗核 他试图去保卫他传统的那些个 他的势力范围 在这方面的话呢 他仍然是按照一个 大国的逻辑的形式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这个 俄国今天仍然不可小觑 他仍然是一个世界上居住进入的大国 他并不是完全的风光不在 尽管呢 北极雄 显得很衰弱 跟苏联时期相比的话呢 甚至很多地方都不够了 这也是今天普京之所以要全力以赴的 说他要恢复俄罗斯传统上的能力 恢复他传统上的大国体 也是这么来的 我们这个韩国演义在这个一战的话呢 我们往下讲 仍然是有脚头 仍然有很多脚头 是吧 中俄之间我们原来说过现在正在形成一种 准结盟的甚至是结盟的关系 尽管他们没有结盟这个词 他们联系好合起伙的现在在对抗美国 在对抗西方 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呢 本身也说明了 中国仍然重要的一个战略能力 俄国反共的也一样 尽管中俄之间 他们在很多地方利益上也并不是完全一致 他们双方之间也并不是完全信任的 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小九州在里面在算 但是总体来说 在面对西方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所以他们现在是连在一起 是站在一起 双方都把对方看作自己重要的战略 十几年 可能还想要演下去 无非是 权力嘛 想保持权力继续执政下去 那我们再看看中国 其实中国也出现一个问题 也就是习近平 想 独裁 想 终身制 掌握权力 他跟王岐山两人 那叫我们希望联盟嘛 我觉得做的 似乎更绝一点 人家呢还在宪法里面 转 不管怎么说 你说叫这个规避吧 还是叫什么 但是中国是直接就把它取消了 一修宪就把它改了 实际上就是 终身制了嘛 所以您能否比较一下 俄罗斯的二人状 跟中国这么一个希望配 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点 挺好的问题 由于今天的俄罗斯 他在 我们说了说 他的民主化的路上 他是倒退的 但是他又没有完全退到原来的沙利时代 没有完全退到前苏联那种状态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个人独裁 或者是这个二人传这个现象 和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 这个习近平修宪 然后废除这个国家主席的两任现实 构成了某种事实上的 这个长期独裁 甚至中心独裁 那这种情况呢 两个之间在 在形式上的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 如果说他相同嘛 或者相似 是说呢 这都是当代 当代这个 带有专制主义特点 至少是威权主义特点的 这种国家政权 他的这种表现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今天的中国 他都不是民主的 他都体现个人独裁特征的 一个是普京式的独裁 一个是习近平式的独裁 在这个方面的话 当然他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大概他们自己互相也在 互相取心 互相借鉴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他仍然有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就是 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俄罗斯呢 虽然他现在在倒退 但是他没有完全倒退到前世代的 比如说他没有说 这个共产党的领导我要恢复 对吧 当年八五九事变的时候 那个紧急状态委员会 那帮人 他们倒是真是想回复这个 这个前苏联的那种 共产党说的 党一党 共产党一党共产的状态 但是没有 最后他们的八五九事变被粉碎了 后来叶利欣的话呢 继续还推动这个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 1993年的 现行的这个 俄罗斯联邦宪法 就是那个 而且他也确实规定了 权力不能够 垄断 所以就讲到的话 俄罗斯的联邦总统要经过 大选 开始 而且大选过程当中应该有多党进行竞争 应该有多个候选人 另外俄罗斯联邦的议会 要采用一种权力制衡的方式 要建立两院制的议会 对总统也要有一种 制衡的一种 渠道 一种手段 这都是当时这个1993年俄联邦宪法的 它都是体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宪政民主基本原则 问题在于呢 在普京上来以后 特别是最近的这几年 他把这些基本都颠覆 他颠覆的办法的话呢 说起来也很赤薄罗 那就是他把这个议会 把今天的俄罗斯的联邦议会包括他的国家动马 包括他的这个联邦委员会 那变成了和中国人大类似的这种项皮主张 因为这个俄罗斯现在的话呢 他更多的是靠一种秘密警察的制度 这就和前苏联的那个克格勃有点相似 但是今天的这个俄联邦的这种强力机关不叫做克格勃 只听命于普京本人 然后他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 这个全国的这个 议会 控制各个州的政府 各个联邦里的政府 甚至重要的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 现在普京搞的是这么一套办 这套东西的话呢 形式上他当然有些东西还得遵守 联邦宪法已经确定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 每次联邦总统打选的时候 形式上他还是要搞票 还是要大家投票 但是这里面他采取了很多手段 就像刚才我说过的 他不允许一些个真正对他有威胁的那些个独立候选人 能够真的参加选举 他把他事先就干掉了 另外他操纵舆论 操纵舆论到一种 这个这个和今天中国这个党国的媒体操控 几乎是可以以拼的 今天的俄国的话呢 这个已经很难说有什么东西 而且俄罗斯和中国有一个地方不同的就是 他来不来他就杀人 这些年以来在俄罗斯 这个被暗杀的记者 还有反对派的人物 可以说不胜美举 在全世界大概比例也是最高的 这方面的话他甚至比 这个中国式这种专制主义 中国式的极权主义 他还有落雷 我们这个709律师案反正抓了很多人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当然也都在撑撑骗子 但是至少好像还没听说过把这个一个直接的有影响的反对派人物 或者是有影响的记者直接就把你杀掉了把你暗杀了 这种事情在中国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听说过 即便有也是很少的 所以你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话 这的确 这就是说这个 今天的俄罗斯 这个 普京搞的一套东西 他是形式上 还在举着这个招牌 但事实上的话呢 他已经破坏了 他的很多 实质性的内容 这是俄罗斯 他在中国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因为他毕竟本来就是党国体制 他本来就没有一个 哪怕是俄罗斯那个意义上的 那种多党制衡 那种总统民选 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没有的 所以在这一样你可以说 习近平搞起独裁来 比普京还要得信任处 还要方便 因为党国体制给他提供了太多的便利条件 我说修行我就修行 这个这个这个反正我定下来以后的话呢 人代会橡皮竹庄与中国就完了 那你在这些方面来看的话呢 这个今天习式的这种新的独裁 和普京是那个独裁 他在实施这个方面的话 似乎显得 更方便 更死亡 但不管怎么样 两者都是 这个 现代专制主义的一种表现 贸中意义上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面对的 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独裁 你看世界上没有几个大国 中俄都是大国 但是中国现在都是被一种 这个新的这种强人 政治所垄断 被一种新的独裁 特别是个人独裁 一个习近平是个独裁 一个普京是个独裁 被这种独裁 所控制 这两个大国 现在在面对这个民主化这个 各自的道路上 可以说 都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 今后可能都要走一种 比较曲折的 比较漫长的路 这当然是我们 要看到的 也是 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 这个 这是普京重新当选 第四次作为 这个俄罗斯的总统 习近平这边也修宪 这个某种意义上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心独裁者 那么 从整个人类的进步的发展的事业来看 这些都不是好想象 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进行 张博士教授为我们分析了当今俄罗斯政治 指出俄罗斯正在背离叶利辛的改革 向普京个人独裁体制倒退 普京和梅德梅杰夫政坛二人传现象 表明俄罗斯政治现代化的转型 艰难和曲折 尽管俄罗斯经济发展停滞 但作为一个大国 他仍在当今政治舞台上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对比中共习近平倒行逆施 俄罗斯与中国 具有相似性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但他们都正在走向一条 背离历史潮流的不归路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张博士教授 这条 9把它们一边 估计 这条 9 共这个 颈 那个 我 此 我们 我们